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聚焰堂的時間 今天很開心請一位很健碩的嘉賓 搞到我好像不太熟悉的節目 我們節目找不同類型的嘉賓 很開心找Larry來 為什麼這麼健碩呢 因為他是健身教練來的 Hello 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來上來 當然我是沒有理會 不用理會了 因為真的 大家經常常常常健康 一想起就可能做運動 有些人就自己跑步 但很多人都會選去健身教練 或者找健身教練 但聽到負面新聞 付了很多錢之後 或是沒想過付很多錢 但不知為什麼出來付了很多錢 未必是做到相關的效果等等的事情 當然要問問專家 專家說明 可以跟我們觀眾打聲鼓呼 對 我知道你不是普通的健身教練 你還有自己的地方 這個都很不同 應該可以講一下兩種分別 當然首先也想了解一下 其實健身教練一般是做什麼的呢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有加入過大型連鎖 有價錢有不同的層級 我自己去做的地方 比較多外國人 或是講英文什麼都多的 我有朋友分享過 某些比較便宜的類型 地方裡的健身教練 他的工作就是這樣的 就是跟一些女的MEMBERS 協助她做一些動作 然後就可能控制很近 然後就在那裡又 在那裡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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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聊天 幫你放鬆 這樣就有一個小時了 這樣嗎 整件事就好像很專業 那究竟你真的要做什麼 幫你評分 其實做一個健身教練 你最主要 你最初接觸那個客戶 你一定要幫他做一個測試 你評估他身體狀況 究竟他可以接受到運動的強度 有多高 我們就會做一個適當的計劃 安排給他 其實最主要最初 我們是會由身體的穩定度開始 慢慢就是肌肉的耐力 然後就是肌肉的 可以開始肥大肌肉 那基本上是不包企得很近的 其實大家都有個 應該我們教練有個操手 做得標準就是 譬如我們碰女仔的時候 是會拿著一支棒去指他身體的部位 為什麼我沒有看過他 就算真的要給他感覺到 我們只不過是會拿幾隻手指去 踢在那裡 就不會整隻手指去踢到那裡 為什麼會去問這些問題 幫你們平反 因為我都聽很多 因為我看到 可能我們去過的地方 就相對會少一些這樣的情境 距離一定會有 還有剛才你說的assessment 我都遇過的 當然有另一個階段 就是原來很多人訓練的能力 是有不同的 我去這些大型連鎖裡面 也都有assessment 因為在局過程當中 你說真的要看我的經驗強度 跑步 所有的東西 其實他當然要檢查我的情況 會怎樣 但我也明白的 假設他應該 估計公司是需要他完結之後 就希望我會光顧他的package 但對著我這些客人 是有點難搞的 第一件事就是 所有的平衡 我又沒有抹來抹斜 跑步的時候 我還可以跟他聊天 又不喘氣 然後他都不知道 什麼方向他收 但仍然都是收我開package 我就問了很多問題 他答不了 你想我怎樣 那我反應 其實我對一些健身教練 其實有些感覺不太良好 我怎樣 原來是這麼差勁的 為什麼要照書說的 為什麼你不是跟回我的情況 如果我真的可以這樣 都不算是否有其他東西 可以更好 我又沒有聽到這些 甚至有些朋友說 你不要浪費錢 那我又想問 是不是那些 下去大的店舖裡的 person trainer 就是這樣 為了追稅 還是可能 不是的 可能是不對的 這個 也會引伸到 為什麼我會自己 開始自己的公司 而不去 一開始 我不加入大場 原因 其實我做健身教練 就是想帶給客戶 或者帶給身邊的朋友健康 我也是想為客戶 做適合他的程式 而不是說 公司現在要跑什麼程式 我明明那個客戶不對 或者追稅 我都硬要去售那個程式 給那個不適合的客戶 那生存空間 大致上會怎樣 大場 佔了市場 和你自己獨立營運 其實我們主要是靠 人對人的 rebell 絕對是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 資金去做市場 對 沒錯 我們佔那個比例 當然是小一點 但對口碑來說 其實我們應該是佔優 我本人認為就是這樣 但你們本身有什麼網絡 或者宣傳的渠道 令到你們的口碑 可以傳遞出去 這就是靠我們上課時怎麼對客戶 這個絕對是 真數量的 diversity 沒錯 因為你跟別人說 你自己有多厲害是沒有用的 譬如我客戶 跟他的朋友再說我有多好 這個才重要 很重要的 譬如我收到Lauris的卡片時 他很健碩的 基本上我看到你健碩 和你懂得令到我健碩是兩件事 牽涉究竟 因為你是教練 但我剛才說過的經驗是 我問了很多問題他又回答不了 或者我現在的狀況如何再好些 他又回答不了 所以我感覺不太良好又有正常 所以那些就沒有提供了 所以稍後已經不見了他 沒有辦法的 但你自己做的 這是很重要的 你做好自己的生意 但問心也是有限的 沒錯 你還要自負營規定自己的中心 就是自己的地方 沒錯 要交租 你知道現在香港的租金 可能會不會來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如何生存 在健身教練這個行業當中 其實一個室室就不會獨立運運 一定是會有partner幫手 譬如是一個場地的話 自己吃不到租金 絕對是要找大家同理念的 個人訓練 大家夾勤去租那個場地 但未必是跟同類型的訓練 有些可以是Pilates 有些是Pilates 有些是拉筋 有些是復康 其實大家可以這樣組合租一個場地 這樣就能夠營運 即是不同的行路 其實大家都是對著一同一班 學會群 只不過大家提供不同的產品 我就很想問 你們這個行業 通常會租什麼地方 譬如是商業地方 工廠區 還是怎樣的地方 會比較多 你們這些行家聚在一起 現在多了去觀塘工廠 因為那些工廠的樓底夠高 因為現在已經不太流行 那些器械式的訓練 例如一部大機 坐在那推 多數都是垂跳式之類的 類似TRX 例如空中瑜伽 那些全都是由天花班 那些絕對要是空間夠夠高才能做到 另一個是要面對一班較高的校戶群 就變成要租到中上環的位置 即是銅鑼灣那些 因為那些租金那麼貴 通常都已經走上樓了 一定不會去地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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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實在的 令到你們可不可以生存 都很重要的 沒錯 我為什麼問呢 因為我真的有發現 很多人去了工廠區 我也有朋友說 我不太喜歡工廠區 當然他們就沒有選擇 但是工廠區的地方比較大 或者是他們的地方相對地比較便宜 所以可以容許他們做久一點 甚至乎多嘗試多一點 這也是其中一個 我不肯定變化以前會不會是這樣的 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還有工廈的優勢就是 它的場地一定是比較大的 適合一些大群組的訓練 大概是二、三十人 大概是二、三十人 大概是二、三十人一班 但是我們那些 就會在一些小的地方 大概是三至八人一班 我們為什麼要選擇這個做法呢 就是我們那個質素會管理得好些 是啊 就是小班 因為你三十人 你不可能那個人動作 你就跟他說 這個又跟他說 那你無法收拾他的動作 可能他會出了新項 但可能傷患也是這樣來的 我又舉行我試過 對呀 就是十幾二十個人 我之前弄到光相機有事 我不知道 後來我熟一點的訓練 他會看到他 原來我平常做掌上壓的時候 我吞善了 所以他弄到 因為他躲了很久 但正正就不是很近 因為那些訓練 讓我感覺不太良好 所以我就會撞到大阪 但真的會勝出 所以這個尺寸是容易看得到 其實都這樣上下 不是就是出汗的 當你做運動的朋友 最怕就是弄傷 弄傷之後 你一段時間做不到運動 你再做回 心悲覺醒來 好想要做 你做回不覺的 你再做那一刻就好 沒錯 所以這個 我本來的路上 你都挺好去顧全這件事 但很實在 小公子計算了數 三至八個人的數 對 對 那相對的有沒有收到很貴呢 其實我們那個價錢 現在市價大概80%左右 嗯 80%左右 我們要營運到之前 也要客人 也要給到那筆錢出來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會嫌貴 但我們有個信心就是說 其實我們收到這個錢 我們就有一樣東西給回來 嗯嗯嗯 所以價錢那裡 我們會較為站得比較硬 嗯嗯嗯 因為我們都很擔心 因為一行 如果你一有國喉戰的話 那這個行業可能就已經會 會沒落 國喉戰也定價 因為一一一一一 又是行銷那個國喻交 有些大場的 就給一些很大的場面 很多價錢 很多錢 很多錢 就是justify自己的價錢 對 大場通常用於手段 是 有些消費者教育 會會會 其實真的要做好那個所謂 鍛鍊的話 不是一定要靠那些價錢的 是 這個很重要 所以剛才你說assessment 那些東西的時候 每一個想健康 我不是說健身 的顧客 其實實際上 他的需要是不同的 是 有些好像Amanda 可能要練習 或者是要保持 你自己的行社 要跑黑 我都要保持 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另外有一些 可能他是希望柔軟度 或者是他 好像你說的 是復康的 他之前可能受過傷 沒錯 然後通過那個 鍛鍊 令到他 可以重新做運動方 沒錯 所以變成這個消費者教育很重要 是 如果不是這麼指賴那些 所謂場面的機器的話 其實 真是一個很個人的服務 這個可以 Larry 剛才你說過大型機器 但我又想 隱身穩的問題 就是潮流的問題 因為以前的潮流 就是用機器 但因為可能多了HIT 那類 就是TX那類 比較輕便 但同樣地 都可以訓練到機器 還有最重要的時間 是再短一點 潮流去到這部分之後 反而那些機器 就相對少人處理 因為那時候 那些機器容易弄傷 那些是看得到的 但是 剛才說 完全是不需要 任何器械 都是會弄傷的 沒錯 我真的講錯了 我真的沒有想過 是因為這兩種原因 所以 反過來說 現在對於你們的需求 也可能會和以前不同 可能多了 或者可能會少了 那是怎樣 對於大型機器 跟一個 自己身體重量 去做一個 訓練 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大型機器 它已經設定了 所有的角度 嗯 每個人 都是不同的構造 嗯 是啊 不是機器 沒錯 你用那部機器適合你 不代表角度適合我 嗯 所以現在 我們都會用自己身體 自己舒服的方法 去做一個訓練 嗯 嗯 就是講回 為什麼我們用自己身體 做訓練 都會受傷呢 就是因為我們做完 assessment之後 好了 教練也好 或者客人要求也好 可能他的要求比較急進 嗯 我那個底部還沒打好 只是期望不對 是啊 所以剛才我提過 我需要一個穩定度 接著就是肌肉的耐力 嗯 接著才訓練肌肉的肌帶 是吧 是的 隨著戰進的 一個人還沒準備好 你已經去舉些很重的 我覺得你不受傷才出奇 所以他就說 香港人關於直食文化 嗯 就是想見到下國 所以就作為一個專家 就是有很多看題的觀眾 是 他們的期望如何管理好 其實你每次加入一個PT也好 有一個人領導你一路去做一個訓練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是 不是說教練想你怎樣就可以怎樣 又或者你想怎樣就可以怎樣 是吧 大家的教練就是 看到你哪裏不足 有些什麼要再練好些 才可以再進一步 這樣 那大家要談出來 所以你跟那個教練 你就要相信那個教練 是吧 是吧 大家一個人有個信任度 這樣才能走得遠 是吧 正正講信任的問題 我都聽了很多不少負面 或者見過一些負面的部分 才令到這麼多人相信這件事 是吧 那會不會在你現在做的時候 都因為這樣有阻力 還有如果有這種阻力的時間 會影響很多人入行 會不會那麼多喜歡的人入行 其實你作為一個教練 其實你除了是喜歡運動之外 你還要懂得教人 是吧 因為你喜歡做得厲害 和你懂得教人是兩回事 是吧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要令客人信你的話 你一定要做得比他所想的越多 是吧 例如你的跟進 你不是下了課就算了 我們是會有很多WhatsApp的聯絡的 是吧 譬如那個客戶突然間那一陣子 我需要那一陣子 我真的要減量多一點 嗯嗯嗯 其實我們會要求他一天吃多少餐 那些餐單全都要看 是 是 是 然後我們就會看回 咦 你那個 吃這一餐不可以的 你去哪裏 但不是我去那間餐廳 又可以那些食物 我們會要求 不如你拍菜單給我看 或者你告訴我 你那間餐廳在哪裏 我們下去拍菜單 告訴你 你下次再去 我真的會貼心 可以吃什麼 所以這才是值得付的錢 因為有很多朋友 這些都是我身邊做運動的朋友 他們常說的說話 做運動的目的是餵食更加多的東西 所以他做了三年 他為什麼沒有減過磅 然後 你做完運動馬上喝可樂 然後再吃一些肉 事情是很難幫到你的 沒錯 然後喝凍飲的 你都知道 不應該做事 全部都做了 沒錯 他這個想法人生開心 也沒有辦法 但是問題是 這個看法令很多人 為何到不到這個效果 因為他們沒有一些這樣的人 那麼貼心的朋友 告訴你 不是的 我做完運動 即是沒有地方吃東西 不是的 你不能走 那你才有一個效果才能做到 有些地方是沒有人理會的 那他會繼續很高興 但他到不到這個效果 是沒有辦法的 相對地 沒錯 其實很多人是高估了 他做一個鐘頭運動的奉出 是 他覺得完成了 所以吃飯更加多 因為他做的過程可能很辛苦 但是他可能吃一碗 只要吃一碗 你不可以 其實我們一個鐘頭的訓練 大概是燒到七八至八百卡路 對 不會太多 但是如果你吃一碗 就已經一碗千八了 而且有些朋友可以同樣做一個小時運動 她的頭是不濕的 沒錯 對呀 做完運動 濕到滴到可以扭得出水 她還是可以不用頭走的 所以同一個場地裡面躺的時間 不代表她這樣的運動量 沒錯 再吃清酒茶米 她自己的感覺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人自我以為她做了 但在真實專業角度當中 根本是不合理 而沒有人去督促 沒有人告訴她是真實情況 這就是她們值錢的地方 你會否遇到多這樣的客人 她以為我常常做運動 為什麼我不行啊 教練 那客人 再說一件事 那客人是否跟著教練去做的事情 都要看你的教練有沒有熱誠 去感染到她 其實客人給了錢 只是想做運動 而且想做這個目標 但是她不想付出太多 但她那個健身的期望 那這個期望本來 也不是很實際的 所以我們的教練 除了要摸著她做的 中途運動要怎麼做的話 我們另外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感染到她 令到她將運動 成為她生活中的習慣 還有我想還有的 我真的要了解一些好的教練 或者有時候意志比較低的時候 有時候鼓勵很重要 對 沒錯 即是她在旁邊做多一兩下 那你就會做 如果沒有人鼓勵的時候 很累啊 放下兩周 因為我想其實做運動 跟意志很大的關係 沒錯 而這件事 當然是很辛苦的 那一小時還沒有人看著 基本上就離開了 因為很有意志 倒轉 可能自己有不同的方法 沒錯 但中間那一班 正正需要你們去協助 因為有一班 你永遠都見不到 對 這些都不會 她有這個需要 即是說其實在一個過程當中 你心理上都需要很多去跟進 而是正正你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沒錯 其實教練除了是練她的身體 還是練她的心態 你會發覺一些好的運動員 她的心態絕對是強一點的 譬如去到一個很高層次的運動 我拿了網球來做一個例子 其實上到她的頭十位 他們的技巧上 其實已經不會猜得太遠 但為什麼經常都是廢達娜 所以當年經常都是廢話的 所以在網球中的比賽 他們就能夠打敗手 他們就能夠打敗手 他們連續拆二十多三十的板 他們就贏著 心理足就能夠打敗手 最後的冠軍就是他們 那裡 心理足就是我們其中一部分 要調整客人 他們最初會做二十下五十下 他們都會覺得很辛苦 但是經過十至十五堂 其實他們已經知道自己是能夠做到的 最初他們聽到任務實話要怎樣做 但到最後原來是做到的 再加上都可以 到最後我給了一個數目出來 是不用說話 馬上賣位會做的 這件事已經訓練了心態 這件事其實可以將它帶回 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上 其實都一樣可以用到 你講馬拉松而已 有很多原因 每一分鐘都想吃 我都以為朋友是來最初的 跑步 因為在最後的時候都不像 是 而且本身做運動 首先不要理會所有技巧 運動就已經有一個很開心的開幕 這件事已經是令到你的人會整面一點 當然這些是一些很 positive 事 但我很想知道 剛才講了這麼多類型的客戶 其實你想了解這個市場上 究竟這個客戶 通常遇到什麼通病 即是會是沒有意志 還是可能是用作方法 還是會是什麼 因為說真的 如果剛才想入行的人 希望我會知道 可以專注那邊做得好些 譬如有些人怕悶的 我自己家的新的做法是怎樣 他們除了一般硬做 那些類型之外 有些電子化的 即是有牆壁有不同的燈 其實拍完都不得了 沒錯 當作是打遊戲 其實也吸引了一班不太動的 我想要解一下 通常你現在遇到的學生 鋪欠的情況 會有些問題在哪裏 我鋪欠的學生 就是教會要求得實際些 因為他們是相信我做那一套 還有他們來的時候 已經知道我會怎樣教 如果多些堅力的 去做的話 就是吸引一些不做運動的人 重新走出來去動 其實這也是有好處的 一開始算是一開始的 總比沒有動 沒錯 你也不想想想 你也不想想想 我經常說 要搞數 你可以幫你這個BB小便 如果新入行的朋友 最重要是你首先有個熱誠 有熱誠的話,就算當時你沒有客戶, 你身邊的朋友如果發現你有熱誠的話, 他會看到他身邊的人脈, 如果有需要的話, 他知道你這麼有心機教, 這麼肯給你心機到客戶那裏, 他都一定會將朋友介紹給你, 這個是不能離開的, 但是這個都要看時機的, 什麼時候朋友介紹的人脈給你, 這個自己控制不到, 但是我們唯有先做好自己的本分, 當你做好本分, 其實沒有人會看到的, 這個重點是擺在任何項目, 都行的, 因為你做好自己吸引了, 你像一個磁石一樣, 說真的, 你不是只做你的工作, 任何人很有 passion, 很認真地做, 當有些人找不到有質量的服務, 他就說, 不是喔, 我記得你OK的, 可能有機會就會給你多, 因為在街上不知道會撞些什麼, 你可能, 盲鐘鐘上去大型機構裏面, 遇到一個這樣的, 又閉上來, 又可能要捉我數, 運我兩顆鐘都不讓我離開的, 那他就會, 兩顆鐘已經不錯了, 是嗎? 是這樣的, 我聽我的朋友說, 因為我真的沒可能運到我兩顆鐘, 是這樣的, 因為針對地, 如果他找不到一個方法, 找一些好人的時間, 跟你說的, 不是喔, 印象當中, 我見過你, 你很認真, 很簡單, 譬如今天這個節目, 你已經說了你的 passion 是怎樣, 我印象, 我要選一些安全的, 有質量的, 可能就會給你們一個機會,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想入行, 首先, 要做好你自己的東西, 技術一定要有, 能力一定要有, 但是你真真正正, 你真的有興趣, 因為很明白, 你看到趕收工, 或者找份量, 那些樣子, 其實你做到, 你才是打工, 你不明白, 去到最好, 或是甚至乎有自己的生意, 所以大家要留意, 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是什麼家科呢? 始終是人對人的關係, 所以其中一件事, 可以感受到, 我以為, 是否真的要關心你, 是, 我沒有想過, 他會否下去, 我食修那間餐廳, 拍攝那個, 什麼樣子, 即是告訴我, 下次可以吃什麼, 男朋友都沒有這麼早, 因為太多客戶, 是不會選擇食物, 是的, 他想得這麼仔細, 所以這個人與人的關係, 還有你有多關心他, 照計客戶應該要明白, 他如何感受這件事, 沒錯, 而且如果真正正的服務, 在健身上, 除了真的棄下那些之外, 我想認知, 飲食是很重要的, 沒錯, 完全很重要, 但問題就是, 健康的東西, 永遠都是不好吃的, 除了生活習慣呢, 其中一部分, 沒有很舒服的, 是的, 這些永遠都是最, 令到人最磨意志的東西, 最難聽的東西就是靠一個人, 經常地做一個醜人的角色, 去不斷變賊, 即當他可能有些目標, 即是最怕如果沒有目標的人, 即是他覺得他要結婚了, 他這個目標很大的, 沒錯, 沒錯, 他就怎樣都, 他要哭了還是哭了? 即是女孩子可以什麼都不做, 即是練先都可以, 即是他很清晰的, 即是他會套斷, 有, 買了, 但如果沒有教練, 是會不做的, 沒錯, 是裝飾的, 因為我想, 你遇到很多人, 講了很多方法, 買了很多東西, 買了很多套票, 然後不動的, 沒錯, 是會的, 我常常懷疑, 大型那些, 即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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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策略, 應該都幾道? 是啊, 他們會是, 這樣說, 他們是會, 你可以爆炸, 他們可以爆炸的話, 哈哈, 簽了藥之後, 他們是會, 應該是會有教練教理的, 你都會, 應該會拿到, 你想拿到的東西, 但可能他會, 到這麼長時間, 他就會說, 你的, 筋筋的, 可能要上一些, 拉筋班, 嗯, 那又會, 又會, 買一個Package, 拉筋班, 對, 你不是, 你這個要玩一下, TRX, 那又要, 簽第二個Package, TRX, 就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但你個人就會, 即是, 提供了很多, 就不需要突然間, 國內改去嗎? 因為, 那個客人, 找到我們的話, 其實, 已經知道, 大家已經是談了, 即是, 已經知道, 要做什麼的, 是的, 還會, 看看那個進度, 還有, 我猜應該是, 他裡面的東西, 可能是每次都有一些不同, 嗯, 比以上人的進度, 但是呢, 剛才他說的形式是什麼呢? 我作為這個, 這個消費仔, 很怕人走過來, 跟我說, 你這裡不行, 那裡不行, 因為背後那個, 你的潛台字就是, 你的信任, 是不是低了很多? 我不會相信, 你是真的為我好, 我是覺得, 我是一張單, 即是, 我的朋友說, 錢來的嘛, 你是有些錢盒來的, 我看到, 一張一張千元紙進來, 那我不想變成一張千元紙, 那我不會很不信, 或者是懷疑, 你就不會很全力去做, 相對影響了那個效果, 甚至乎, 因為最大件事就是身體, 沒錯, 你會在過程當中, 可能影響了自己身體, 然後就覺得不行了, 所以很多時候, 對健身監禮負面的標籤, 我不肯定是否來自這個原因, 會比較多, 或者, 如果他不停地買東西的話, 你會說, 我這次走上去, 他會有意我買東西, 可能會令你, 下次我還行, 他也有戒心, 沒錯, 或者, 我進去玩的心情, 已經不是真的想做運動的心情, 我玩一下, 有一個人走過來, 你是不是想賣東西呢, 這樣就會影響心情, 但我們, 譬如, 我們這些, 較為, Tenemic的做法, 我們買個堂數, 不會太多, 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20堂, 20堂都買, 即是, 你書上都是20堂, 如果我們不對的話, 還有, 你會預先跟他們設定的進度, 應該去到哪裏, 沒錯, 要微調, 沒錯, 沒錯, 聽了這樣說, 其實, 香港市道裡面, 分了兩批, 一批都是大型, 大家可能熟悉, 很連鎖的, 另外一批, 就會是你們獨立的健身教練, 但是獨立健身教練, 當然沒有那麼多廣告, 或者可能比較難找, 甚至乎, 可能有人說, 我熟你的風格, 就找你, 但問題就是, 我還在找, 我怎樣去找, 我怎樣去找, 這類的訓練, 甚至乎, 我可能有幾個選擇, 誰才適合自己, 那他怎樣去做呢, 即是, 一般人想, 不光顧大那些, 光顧你們, 有一個客人, 有一個朋友介紹給我, 開始聊, 還未成為外客戶, 他之前兩次, 他說他從來都不喜歡做運動, 但因為他知道要健康, 他就, 試過買過兩次的package, 是的, 但是, 即是貪方便, 即是很大型的, 即是聯手機構那邊, 是的, 因為他是沒有渠道去找教練, 是的, 所以不是, 那裡都不方便, 而且看廣告, 起碼處理的地監, 而且他們擺放的buff是比較多的, 是的, 沒錯, 他兩次都是爛尾收場, 都是有些堂融了, 這次第三次再找教練, 他就是利用他身邊的人, 嗯, 去找教練, 嗯, 真的問口給你了, 是的, 我跟他開始有些對話的時候, 他就是自己很勤力想research, 他就是有三個教練在他選擇, 嗯, 嗯, 其實我開始在想, 其實, 以他之前遇過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再不, 再不是說我有些什麼可以給他, 嗯, 其實我是想再跟他對話, 是我說, 其實你想清楚, 其實你是喜歡哪一些的運動, 嗯, 因為, 我會覺得, 你兩次都是接觸這些運動, 遺難你的話, 嗯,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這個運動, 可能不適合他, 那時候不做運動, 即是不開運動, 沒錯, 那我就會覺得, 你既然是, 你不需要說, 找一個坊間最有效的運動可以做, 但要找一個, 你不討厭的運動去做, 嗯, 嗯, 你不討厭的運動去做, 你不討厭的運動去做, 你不討厭的運動, 對呀, 等你將, 譬如你找一個, 沒那麼討厭的運動來, 開始成為了你的習慣, 才不肯動了, 嗯, 因為下一步, 才再進一步, 去找一個教練, 去教你怎樣做, 這樣, 那這就是人對人的個人化, 每一個人的反應都是不同的, 有些很有意志的, 知道要什麼的, 怎樣都肯制的, 不會討厭不討厭某些事情, 是, 有一些, 他真的可能有生活雜性, 個人個性問題, 是, 他有些, 可能真的不是很想做的, 以為要達到目的不做, 那些不行的, 嗯, 其實也是那個教育過程, 沒錯, 還有其他事情可以代替, 是, 這些個人化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還有他的偏業, 即是個人化, 之餘在一般人的角度, 運動, 斌我乎一天做雞, 跑一步, 打一拳, 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偏業人士來說, 哎, 其實還有的, 因為你會知道, 什麼不討厭, 可能會讓他試, 另外一些事情都會不出, 例如TLX, 你都知道, 每個人都這麼有臂力, 有些可能, 原來什麼都沒有, 原來好像很簡單的動作, 其實相對地, 又可以work到, 又可以處理到, 這是就是, 你這個專業才能講到,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的, 很基本的動作, 你沒有想過, 可能拍到牆場, 坐無影凳, 都不會很work的, 即是, 你坐一會, 你已經覺得, 已經很有運動量, 即是很少到, 但你不是, 有些 theory, 或者你不是有些人說完, 你是沒有想過, 是簡單到這樣的, 你可以肯這樣做, 已經很work的, 即是玩planking一樣的, 你什麼都不用做了, 你嘗試, 維持, 一分钟的動作, 你已經, 完全不需要動作, 一定會在那裡, 不肯定會在那裡, 我還不知道, 這個真的, 因為牽涉到core, 很多人的core是沒有什麼的, 所以, 很辛苦, 原來還要再細睡, 因為有些, 很厲害的人, 看電視很厲害, 想做, 然後做一會, 永遠都做錯, 知道有多錯, 那些, 做了就沒有做了, 一個妖型的, 多得不得了, 問題是, 他們很沮喪之後, 就不做了, 所以, 我終於明白, 你說為什麼, 他沒有這麼討厭的事情, 原來, 哎呀, 那些都做了, 另一條條, 這是真的, 要專業化的人, 才能說到, 還有, 要有心才能有心機去處理, 因為, 我剛才說, 走開Fitness, 看到他們, 在廳裡做也好, 其實, 有些, 我已經覺得, 但是, 都照做, 然後, 我第一時間, 看著那個, 教練, 這麼多肥肉, 哈哈, 哈哈, 你明白嗎, 很舒服你, 哈哈, 我是這樣看, 首先, 你有沒有多少知識, 但我看著你, 就知道你, 是不是老, 又有肥肉, 看到你的學生這樣, 我還不快點走嗎, 哈哈, 相對, 因為你們這個工作, 有個好處是看到的, 無論自己, 和你的產品, 就是你的學生, 在那裡, 我想, 有些事情, 要留意, 因為我發現, 有一些, 他們的心態就是打工, 嗯, 那你哪有這麼細緻去處理, 是, 就是專業和打工的分別, 真的, 剛才那些人就會覺得, 咦, 現在還做這個, 私人教練, 很濫的了, 就是, 我跟朋友說, 好像要出賣塞散, 那些, 啤啤咕咕咕, 你又要去招呼他, 怎樣啊, 那我, 嗯, 那有些就說, 我為什麼要去那個, 就是 fitness 道, 其中一個就是, 他們開了那些打拳班, 那他們說, 知道那些嗎, 旁邊很英俊, 哈哈, 我每次問, 我說, 你是不是打英俊, 對呀, 那他就很有, 很有, 哈哈, 哈哈, 每次人欠求都很不同, 但是, 我覺得那些外在的東西, 說真的, 是英俊可以是很無料到的, 那你又有關心的情況之下, 這件事會好些, 我想說很多不負面類型的東西, 其實會不會令他們很難走呢, 那條路, 會很難走的, 尤其是, 之前有一家大型電鎖店, 倒閉了, 嗯, 嗯, 也有以前的舊同事問我, 喂, 那間撿了, 你有沒有影響, 我沒有影響, 我們現在是先人執教, OK的, 但是, 是要重建那些大眾, 教練的信心, 但是, 就是靠什麼呢, 就是靠一些, 一班有異成的教練, 就是為了這樣, 去做好這件事, 剛才說, 入行的歷程, 作為一個教練, 有專業資格要考, 要評估, 要進級的, 實際那個專業是怎樣的, 可以解釋一下, 有很多人去找教練, 但是, 不知道教練的概念, 有很多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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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釋一下,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教練的概念, 有很多不同的, 發牌機構, 其實, 香港熟識的, 有ASFP, 而我本身就是NASM, 就是美國那邊, 法律牌照, 全球都可以用到, 當你考完這個牌照之後, 其實不是就這樣就算, 它就像那些金銀牌照一樣, 就是每年都要進修, 進修, 要檢查, 要拿分, 兩年內, 你要讀夠那個學分, 才可以拿去逐牌, 我們要讀什麼來進修呢, 就是讀其他不同範疇的, 那些不同的訓練, 例如, TRX, 跟摩放鬆法, 那些PLATIS, 這些全部都是有學分可以加進去的, 那你讀完之後, 那個理力就會豐富了, 那你也可以看回, 其實那一陣子那些學生, 其實有什麼另外的東西想玩呢, 那你就可以去進修, 好像早一陣子, 駕馬很Hit, 秋冬那一陣子很Hit, 長跑, 有很多教練, 就是有心的教練, 就會自己考上一個長跑教練的牌, 那這樣, 那這方面, 就要事並進, 因為, 其實, 訓練這方面的東西, 是日生月兒的, 但是, 今天對的東西, 明天未必再是對, 或者, 要有東西未調過, 更好的, 出現了舊那套, 就是, 之前那些大型機械, 現在已經較為小用了, 叫教練教導你, 你怎樣才能夠用得對呢, 這樣, 這樣, 即是有潮流, 就是之前那些大型機械, 你實現相對地, 而且, 內容也是與時並進的, 但是, 顧客來的, 他怎樣才能夠認識到這些東西, 例如愛金融牌照, 現在是通緝法來的, 你想證監, 就找我們牌照內容出來的, 但是, 你們那一行可以, 這些大型機械, 怎樣認識都知道, 你那個專門是怎樣分布的, 其實就沒有那麼專門, 細分出來的, 是的, 是的, 因為牌照, 不同地方拿, 會不會呢, 因為一個地方很清晰的, 因為不同的地方, 對, 你就是香港有一個發牌機構, 發給你, 你所有東西一上網, 就搜尋出來, 是的, 但是這個美國的認證機, 所以, 每一個統一系統, 可以找到所有東西出來, 這是幾頭痛的, 沒有一個統一系統, 可以找到所有東西, 你每年進修的那一刻, 就是你自己知道, 問題是, 你是有心提供服務, 或者你那種專門知識, 你的顧客未必知道, 沒錯, 所以我們就要, 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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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就難再難, 消費者自己要留意, 有心做好, 沒有心做好, 說做了那些, 真的很難搞, 因為作假很容易, 想想一下, 博士都可以很短時間搞出來, 很坦白說, 那張照片已經是可信息, 也不是太高, 當然, Person Training有個好處, 我看一下你的身體, 我都知道你不是路, 但是我都知道, 不一定完全, 所有人都會這樣做, 起碼, 金融機閣, 我起碼有個list, 但你那裡又沒有, 其實對消費者來說, 是不是都會, 沒有辦法, 很安心找到一個真材實料, 你只能夠虧了錢, 之後才知道, 其實為什麼這麼多人, 想運動, 但不懂得去找教練, 就是這個問題, 現在我的做法就是, 會進一些商會去幫忙, 商會, OK, 即是我們經常想到, check group, 開玩笑網絡, 商會, 有哪幾種商會幫到你的手呢? 現在我進的商會, 比較好一點, 就是會, 那個商會裡面, 會得你一個供應商在裡面, 只有我一個是做健身教練在那裡, 就會排除了一些競爭, OK, 即是說, 我進到那個商會, 我不用再, 又欠餐網, 我才拿到那個客, 是的, 我進去的時候, 不是說, 立即有人介紹一下給我, 我是要令到其他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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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任, 他信任我了, 那他才會介紹他的朋友給我認識, 是的, 那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 所以, 對於我們一項來說, 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 你會不會多用一些電子媒體, 平台, 將自己的profile, 即是, 即是自己在不停做運動, 就放了上去, 不是, 讀了什麼課程, 和大家分享的心得, 那些, 有沒有做這些宣傳的事情? 我也有個朋友, 但是, 因為, 始終是一些個體戶, 那些, 那些是, 那些是, 創業, 自己遇到的問題, 很多都遇到相當的問題, 就是, Marketing的資金, 因為, 教練一下他, 會計一下他, 阿比書一下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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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是他, 即是, 我覺得自己做營運, 一個business, 尤其是, 即是, 即是中小企, 即是微企, 最大難關, 即是, 很多的, 即是, 再加上人酒, 應該做這些部分, 是有個挑戰, 即是, 起碼商會, 都可以幫到某些部分, 去處理到, 譬如, 我都是經過商會, 才會, 有效的, 絕對有效的, 即是, 這個是沒有辦法, 當你, 一個創業者, 當你, 無法考慮的時間裏面, 即是, 網絡, 有一些群組, 實際上,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即是, 你怎樣運用, 但當然, 再去大些, 會怎樣呢, 因為很實在的, 你自己這樣做, 亦都可能有個難處, 我比例很紅, 由早上做到半夜, 只有24個, 是的, 你這樣做, 可能你都會再延伸, 即是, 這個工作, 如果再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再大些, 因為, 我知道有些, 譬如之前, 不同類型的大型的, 他們本身都是, 當然是從小開始, 當然是, 去到某個尺寸, 才會出事的, 即是, 坦白說, 很好的, 我見到你當然是, 但問題是, 可能你, 到你, 即是這個行業, 你只要找其他訓練, 你如何去監管, 譬如說, 可能你會否等於, 你會找其他合作的partner, 因為你大一定是這樣的, 不可能自己去, 但之後, 怎樣處理, 怎樣去控制出來, 那個效果, 令到在你這個品牌下, 的service, 都是同樣和你一樣, 而不是收到剛才我所說的, 那些古靈精怪的感受, 大家記得, 我剛開始這個訪問的時候, 我已經提及過, 就是, 那些partner, 是要跟你練, 和理念是很重要的, 是的, 因為, 如果你的理念不一樣, 只是向前看的話, 走不遠, 就算走得遠都走不遠, 是的, 這個是重要的, 是的, 怎樣發大的時候, 當然是, 如果這一班partner, 大家都是, 有共同理念, 肯大家去build up 這個business的話, 是的, 那我們就會是, 想有另一班, 我們的徒弟仔, 所謂的, 在下面幫我們去, 擴大我們的事物, 當然, 徒弟那裏, 都是理念, 都是很重要的, 而那個操手, 熱誠, 也是要考慮之列, 是的, 絕對是要, 我想問, 你們, 一人有熱誠, 相對的價值觀, 但有沒有客觀的條件, 譬如, 我一定要得到某些standard, 或者, 我一定要有幾多個中數, 那你怎樣去衡量, 他的合作模式, 不是你很有passion, 但是你還未是ok, 我都可以讓你一起合作, 只不過可能green一些, 給一些新一些的客戶, 即是 whatever, 你的standard是想著, 會怎樣去平衡到呢? 我想我將來的做法, 我會是, 因為你外面搞了幾個小時, 譬如, 你當你外面搞了五千, 六千小時也好, 那代不代表你是好呢? 是嗎? 那不代表你是好的嘛, 那我, 還沒有打卡就可以了, 是啊, 沒錯, 即是說不是你, 這是客觀的數字來的嘛, 即是像你這樣說, 你說, 那個圈牙有點肥肉喔, 看著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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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兜在那裡, 不是一個平板, 是一個幽形, 但是他這樣從事了五千個小時, 是否代表他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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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所以我自己來看, 我怎樣發展我的事業, 我會看他, 最主要是看他, 熱誠是很重要的, 這個一定不能離開的。 他有個最強的入場門檻已經可以了, 那如果他有什麼不足, 他有熱誠的, 那我教他, 我教他如何應付這些客人, 如何對好客人, 就可以用回我的那一套, 繼續下去, 起碼你會知道,如果你真的想著我入行,第一件事很明顯的中數並不在一起 某程度上的熱誠之餘,你都會親身去試一試是否真的做到這件事 這就是考核的部份是沒辦法的,還是中心思想跟你們的掌陀人的那一套模式去處理 所以是沒得離開的,是沒得上搜尋或者是中數的,因為我相信大型的那類的分別,因為沒辦法,很難監管 而且他們希望可以多一點,不然就再多一點,變成有些位置就沒辦法這樣去控制到 你剛才提到很關鍵的字,就是brand building的問題 branding,大型連續較為簡單的resources,直接打自己logo出來研究 他最初應該都是,我不肯定,你們當然是熟悉 因為我知道有些新的技嘉可能是,他都打正某些旗號 因為本身的創始人,他都是有他的特點的 不過之後再大了之後,有件事後面的事情會很不同 因為本身你之前都應該差不多遇過 我不肯定是否這個原因,就是最初就是很ok的原先 但當開到這樣,整件事都這麼好貴 就這麼好貴,你要賺很多錢去big even 那就可能會變質,我不肯定生態發展這項是否這樣 所以如果你所有事情只是向錢看的話 就一定是有這個問題出現的 因為對大企業來說,你沒辦法,可能有太多股東 所以發展到多大,我現在不敢想 但下一步的話,剛才要補充多一點 就是怎樣可以來到做training 另外一個就是你的人格和你的品德 這個都重要的 當然不是說你有一個牌照 說懂得教人,我就會肯讓你進來這樣教 我還是要先認識你 我最重要是要先認識你 所以下一步,你懂得教,大家才會磨合 對於年輕人來說,不要只要進入你的行 他們的人格,你不會因為建議陣工,你會立即變 這些事情要由大,你會去調整 牽涉到這麼個人,要對著客戶 我想你的客戶會感覺到你是什麼人 如果你是比較走數,又縮骨,又不是說完算數 我想你都留不住客戶 基本上都是那句 你的專業是要做的,是應該要有的 如果做不到,你更加沒有機會 當你每個都有 我怎樣可以再令客戶留在那裡 甚至乎會帶其他客戶到你 這個就是上面我重要,但那些是soft skill 沒錯 原來是這些事情,是他們可能由小到大 家裡的教育或學校教育而做出來的事情 不要想著那些事情,因為這些不是分數 總是忘記了去處理或者令自己有進步 但正正,剛才那些很重要的 原來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這位partner都是要 是不是真的要見過這件事 所以這個可能對很多人 一般人想著,我看到這份工作 當然是那份CV重要 當然是我那次做過重要 什麼機構做完 我幫過哪個人做訓練 另外一些朋友可能都會聽過某些新聞 某些訓練來幫某些明星做過 對,那我這個CV厲害 我收你雙倍 因為很多人一般是用這樣的形式去看一個人 熊不熊,或者是怎樣去找他 但那個人是消費者 即是不懂 在你們的立場來說 這些CV有沒有就說 他是誰的教練 對於你來說是有個好處 你會覺得可能我都會招攬你回來 會不會都有這樣的優勢 如果是這一類的話 我想他自己也有自己事在發展 未必是我們的男人 其實如果是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想訓練下一批的人出來多些 而不是突然風降下來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年輕人他們很有趣 這一類都是比較高人的工作 他們經常覺得最短時間我再宣傳 我一定要找到什麼人合作 我一定要教到什麼人 然後很快會見報 或者很快會有些Gossip 或者有些星影等等 這樣價錢會貴很多 這個是很快的事情 但是這麼離學 你覺得要是他自己做 如果你想組合其他人的事情 或者組合得很巧合的話 可能會不會這個 是否真的幫得到手 剛才你剛才說完 我已經向了錢巷 所以我要這個客人收到這個價錢 而是收得很貴的 他肯找我 就是這樣 但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收到你的價錢 我就有這麼多東西給你 但是當然那些不是什麼天價 當然我們也要查一下 是否給得起 我們是否合理 而不是說 你教給一個星 你就是一個星級教練 我招攬你過來 你就要收一個很貴的價錢 再給我拆 不是這樣 就是我那個 不同類型的生意模式 會很不同 因為聽了這麼久 很明顯的PASSION很重要 我相信也有一些行家 可能會是那個方向 也會不出奇 好了 了解了大約 譬如說的形式會是怎樣 我真的想入行 那我哪裡找來讀呢 我是要找你們介紹 還是上網會處理到 香港有沒有一些 很有規模去教一些 這些星人教練的地方 星人教練這些 你是指拿那個牌照 還是自己拿到那個牌照 你明顯我問得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那些人可以入行 當然想到拿牌照 當然拿一些東西 因為我大隻 所以我教你 是否有些東西 所以我就問 究竟是怎樣 因為太多 好像英國 美國有很多東西 究竟是大型的 要求 還是我自己做的 有些什麼需要告訴客人 其實有太多方向 應該怎樣 當然如果是一個 想入這一行的年輕人 你當然是要 我不理你是想入大場 還是想自己搞 你也是要拿到一些牌照 是大場認好的 因為起碼 你如果自己搞不了的話 你都可以入大場 浸一浸 其實不是說大場有些什麼 一定是很不好的東西 我好像誇張一點 你也有好教練 因為你入到大場之後 你會認識到那個行業 要怎樣運作 還有會有人去逼你做事 逼你做事的意思不是說 拉股窗逼你做事 其實你出來考完牌 其實是一張八字 你不知行業 你一進來 你是要有什麼要做 他們會告訴你 你當然要叫客人 沒有客人 你是沒辦法生存的 你可以去接觸一下 也是一個溝通技巧的訓練 你可以當成 那你就當在裡面是學者 當然你自己思想要獨立一點 你不要讓那一套洗了你腦 你要知道你考這個牌 做一個教練 究竟你是為了什麼 你是想為客人帶來健康 到你這個大巡裡浸完 你覺得夠了 或者說一遍就受不了 那你就才走出來 但是你已經學到一身武功在身 那你就在你其他的圈子裡 找客戶 和客戶溝通的技巧 就會更多 那你就會嫁為起步 變成這個大場 然後就有能力 或者救客人 就可能自己出來搞 但也有些可能會選五入 就是直接出來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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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政府有沒有什麼監管 或者哪些你一定有才可以出來的 因為很坦白說 都會有安全的原因 因為你真的弄到大家摸摸腳 真的很難搞的 那你考到教練牌之後 其實已經可以教人了 我想問不拿行不行 不拿行不行 很實在的 政府有沒有說不拿行不行 不拿行不行 我問你 你沒有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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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牽涉到 其實是有風險 是有風險 很坦白說 有很多新聞在大場裡 很多人無端死了 是可以死人的 當你一個可能又不夠分 或者可能是隱藏心臟病 很努力的 做完之後 你牽涉死了 這件事很嚴重 但SIMS好像沒有相關的條例 就是一定有什麼基本的搜尋 或者基本要求 你才可以從事這個行業 SIMS好像沒有 怎樣規管就沒有 但你考過牌 他一定是要你有最基本的急救牌子 就是那個生育復蘇法 還有那個AED 最低限度 你都會幫客人插班 最多用盡力的人 幫客人插班 你那個場地會有保險 會不會有保險 會不會有保險 首先一定要有個教練 一定會有某些牌子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當然你是一個有效的牌照的教練 在場地教那個人 而那個場地是保險 可能保險公司才會受理 我想可能是透過保險公司去監補 但這不是市場行為 市場不是政府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要做人 或者我要自己做 我自己做就可以了 因為想想 私人的補習地方 他說了百萬個人 樓上就已經不能這樣聚集了 你家署也要動你了 對 又有基本的標準 你不能擺太多人放在一起 可能是防護effort 但是 竟然健身隔離 是沒有這件事 因為透過自律 又或者保險公司 這些客觀的事 或者商業上的事 才能處理到 但對於市民來說 你自己要小心 因為牽涉到不一定 所以為什麼要說 就是你考了 但你可能沒有 passion 沒有心 他都可能做到生意 但只不過是那個 如果你是真的想著 你自己就要衡量 你可能在解釋的事情 就要小心一點 但當然了 當你入行的事情 如果市場充斥那幫人多的話 那你很有 passion 又可能會有生意 我相信 當然你問一下專家 其實這個市場 你所認知教練 是哪些比較多 當然是有異成 當然一定是 沒錯 賺錢也會有的 但賺得錢 那些其實你都是 你沒有心去做 沒有心去教人 別人都會滿了你的單 其實都是一些好教練 我不排除大場 不會是沒有好教練 當然對 剛才要一些施畢者 留意安全性 這個責任教練都會有 為什麼我們做一些assessment 那麼重要 為什麼我們靠小班教學 我們可以近距離觀察到一個學生 他究竟有沒有不對勁的情況出現 我們都會建議他們 其實我們會這樣做 做完每一派人 都會留意小動作小動靜 有些什麼我們會問 你覺得身上是主 腰會躺之類的 有些什麼我們會轉嫁給他 物理治療師 脊椅 又或者醫生 託科醫生和檢查他的心臟 會做這些 應該很重要 我不是這麼仔細 因為這些美容的野消公司 是不會知道的 例如在英國 他們弄人一條美氣 要拿牌子 你還沒有牽涉到生命 因為他養成這樣 原因會比較壞 政府都需要他拿相關牌照 所以很出奇 因為做運動 可以牽涉到嚴重的問題 因為牽涉到死亡 我只是說笑而已 真的因為你不對的做法 甚至可以知道狀態 昨晚通頂來嗎 還做運動 你真是用命來教非 這些事情的警告是需要的 但政府沒有特別安排 但當然沒有很大件事出現過 因為通常出事都是在大型的機構裏面 所以不知道是否有什麼原因 所以沒有很清晰的指引 或者監管裏面 我發覺在場地出事的人 都是自己在玩的 是 這方面為何教練在他身邊的重要性 有很多人以為自己好必須 以為自己好必須 有時是不夠睡 有時可能是有些隱性的病 他自己不知道 沒有人提議他 他就變成了 好像沒事沒過 就去玩 也有很多 這方面是我們稱為星期日戰士 就是星期日 星期日什麼都不做 星期日什麼都不做 走都不走 沒法老命 星期日 突然間又做兩三個小時運動 兩三個小時嗎 即是你跟朋友去踢場球 其實就兩三個小時 對 那時候就有個出事 那這些就是一些 平時沒有左運動 以為自己沒有東西 對 沒錯 我常常會運動 對 即是你會害到別人 對 沒錯 有時不是很了解自己的身體 但現在科技有些幫助 健康帶還有數據 小女 你可以查到你平日夠不夠運動 你心跳 因為查到心跳 等你 我覺得 有多少數據可以幫不上 對 這個也應該是 你只是查到你做運動的心跳 但你不知道你的心跳上有多少心臟會缺血 你不知 應該查出來的 應該未去到那麼新的科技 我也知道外國的科技 相對的甚至乎 已經有很多小的東西在你血裏 會查到 即是差不多你的手機 有了 平日走了那些步 平日的心跳如何 起碼有紀錄 你去到那麼 可以查到你平日是不是 即是Sunday driver 你去到那些時候 你去到那些時候 你平日是有動 但你可能被狗到他都會有 說謊也不合 例如星期一至六都是這樣 例如一萬多二萬步 但你星期日走去做一個很劇烈的運動 跟你平日做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你帶著那隻鼻 其實沒什麼作用 我想認知 暫時沒有這個科技 都可以這麼細微 和這麼準確的部分 去提醒一個人 如果沒有教練的情況之下 你會有一個認知 其實很多時候 你是要自己認知 問聰明 我試過的時候 真的累了嗎 我會感覺到自己輕輕的 然後你就要停 然後真的要休息 如果不然就會暈 有些人是沒有事 還有很多人是跟自己的身體 不太好朋友 他不是去到自己的身體 很多感受 是 那些甚至少的訊號 他都感覺不到 一來就啪 已經暈倒了 這個是認知 再加上水冷 沒有人看 是可以很危險的 是 剛才提到的心跳錶 其實只是一個很客觀的數據 如果我們在做一個訓練 譬如帶著跑步 跑步來說 看著心跳的訓練是重要的 但是你的運動自覺的強度 感覺是更加重要的 我們會怎樣分呢 就是說 會由一到十 一是你平時走路的 十是你辛苦到要死的 好 當你跑完一個圈回來 教練就會問你 你現在覺得是多少 譬如你覺得是七的 可以繼續 會是這樣去做 有一樣東西都可以做到 我記得一條方法 二百二十減回你的數 可以回到你心跳的maximum 譬如說 我當你的maximum 讀一百八十 你可以透過的標 看到自己 都接近六十多 你不要再衝上去 可能會去到maximum 或者可能那個 就是比較容易 透過這些標 去讓自己一個 知道第一maximum 但是相對地 你玩得這麼激動 你應該都沒有空去看 剛才你講到 我也要跟觀眾 補充一下 因為我最適合的 我知道這條方法 這條方法是對的 專家解釋 二百二十減到的稅數 還有些東西 我不會有些東西 我不會有些東西 就是你的運動強度 對 但是你又想回 一個 好像劉德華這麼便宜 50歲的人 跟一個 50歲的肥佬 一年都這麼多 超運動 大家都是二百二十減五十 對 那什麼不合理 對 不合理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心跳的強度 最高的強度 是怎樣查出來的 是要 找出來的 不是算出來的 是要 是要 一般人的運動 專業的做法 是要試出來 就是要它跑到斜路 跑斜路 跑到頂 譬如跑三十秒上去 好 看了心跳 走下來 再跑 好 當你上次心跳是一百八十 好 這次再跑 咦一百八十二 那要再跑 因為那裡正在上 嗯 再上一百八十再跑 好 一百八十不上 第四次 這個大概是你的最高 天地進行 不 不是吧 其實我沒什麼反應 你好 OK的 你可以 摸田肥倒 哈哈 這個測試一定可以 大連在身邊 是 對呀 是這樣 我不知道 就來問吧 有點 fille 我就說 實際上 其實潮流 是說真的健康 其實這個好像很大的爭議 你看到很多的 中 elle使用品也好 公司也好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方向 使用那麼大,很容易令你這個行業會提升 只不過一路聽到比較多負面的東西在你的行業、從業園當中 當然要平反之餘,如果真的有什麼做法可以令這個行業正面多一點 令到新入行的朋友不辛苦,或者客園上 讓大家知道原來不一定要選擇大場的,那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其實我覺得政府或教育署有些... 教育署啊!政府啊! 比較好一點的就是... 你會聽過《全民運動》嗎? 有!有! 三十五天裡面都有 那你會發現... 泳士是會免費的 全港都可以... 全港都可以進去浸水 那你會發現,其實運動的心態要從小培養 是 從小培養的 譬如從小學開始,其實我現在女兒兩歲 其實我已經不停地摸她要動,要玩,要做運動 那種種子要放在她心裏 她大後才會外上運動 這個是由下面的金字塔慢慢上去的 是 但是現在... 推行的運動,推行得很慢 那個效果很差 還有一些精英運動制 你要是一些... 玩得很好運動的人 她才會有一個很好的訓練 精英而搞,普及難做 是 所以就引申到為什麼... 這個這麼龐大的市場 但是都這麼難踢得動的人 去動做運動呢? 反而你會覺得... 美容啊,被人推資啊 這些為什麼又會... 喂,幾萬元一個package 你不如不買呢? 幾萬啊? 十幾萬啊! 十幾萬啊! 哇,你為什麼要給這麼多錢? 其實你不吃什麼 他們又會做這種事 可能他們不介意用錢去換個效果回來 他們覺得這個效果要用錢去換 但是這又... 都說是不實 但是他們就... 用錯了地方的錢 當然 他們就覺得做運動很辛苦 而換到東西回來,他們不想 所以剛才所說的消費者教育就是 人家自己要明白一個期望 世上沒有不勞而往 我想... 香港是一個比較投機的社會 所以有些人來講 公共的社會 沒錯 那要容易一點,快點游 而且加上... 譬如說,從小到大 你想想,幾多學校寧願把放學的時間 用來補課 還是做運動呢? 沒錯 那這個是從小已經扼殺了 這個機會 還有,我都有時發現 在初中地方 以前小時候 一小時候一小時候 一小時候 哇,走來! 走來就是叫的嘛 就是要靜和不讓跑 為什麼要跑啊? 小小時候 那你想想,連沒有叫運動 我只想宣洩這個精力 都沒有機會 那你會出現了保媒倒置 那你會出現了保媒倒置 當然了,習慣了 那你最大的運動就是手指 即是健康展示 沒錯 最安全的空間就是手指動 不會被人罵 這個是相對地 教育 其實某程度上 那個位置 其實在學校 譬如我知道 有些內地或日本的地方 他們很小時候 只有一些集體的 可能有少許運動 有少許動動 這個動作對於他們來說是正常 甚至乎 譬如說 日本的幼稚園 很厲害 他們的設計是整個運動場 給小朋友 沒完沒了地跑 跑 都還在那裡 那就是不停讓他們 經常有一個自然的發展 運動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不是故意去練習什麼 以小朋友最喜歡什麼 玩 跑 跑 在那裡跑 但香港就靜 坐下 不准吵 違反了天性 但當你讀完書 又要跑 做運動 整件事 很不合理的情況 我想這個都會是 麻煩 這些我都會說 但是真的 因為在你們的立場來說 當然希望所有人都有運動的基本 想再做得更好 就幫助你們 人又健康 你們又可以有相關的收入 整件事就應該開心 還有正常一件事 剛才我之前都說過 做得運動的人 心情會比較開心 沒錯 正面一點 你不會這麼多喘巴閉 有一個很過癮的trend 就是剛才提到的 標帶 不一定沒有牌子 也提及相關的生態 有一個很過癮的 市場調節機制的保險 如果你發覺有某間保險公司 我不說名 某間保險公司 很過癮的 推出了一個 好像對自己有好 即你有多少報 然後就有discount 有cadget 然後保費有discount 其實是相關的 對保險公司來說 你健康些 他賠的機會又低些 沒有所謂 減保費沒有問題 所以你會發覺 是一個很過癮的 我們稱為負面的方向程式來計 就是減保費給你 但是 只是這個數據 其實沒有大意義 剛才有專家說了 變成一個兼密 你真的要確保他的健康的話 其實應該是專家認證 說他健康有多少 是 是 只不過如果要檢查一個人 健不健康的話 那些發驗費都挺貴的 問題就是 你會發覺很過癮的 保險公司 就不用很多錢 去診所做測試 但你會發覺他們從來沒有試過 找一些健康教練做評估 有沒有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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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意 因為我做金融 當然是很清楚這件事 你如果花錢去檢查你的客戶 健康狀況 你一天就很事後 找一些診所去檢查 檢查一下 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不檢查一下 他有沒有一個好的健康教練 一向跟著他 可以檢查 如果你有健康教練 或者你有報告 再新的也要多減少 因為他那個是更深 因為這些數據 我都說 一隻狗也可以 我參數是很傻的 所以變成保險公司 可以找自己笨 其實那個數據 他不是說狗也算少 叫人掛在電風扇那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我都可以去狗座運動 去打一個風扇 但是狗座從來不質疑 這個數據這麼過癮 這麼過癮 太空人是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部分 這些態宜造假 但是一雙條定 因為你的風扇轉來 沒有這個生意 我狗仔都可以找回 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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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 好像內地 壓力那些幾百部電話 都做到生意 你的風扇是做不到生意的 最後的部分 如果是有這樣的商機 因為很坦白說 你只能做 你什麼referral的部分 你做極多的情況 還有你礦中的客員 是有限的 但如果變成一個很大的需求 可能有一個源頭 可能我補飯的部分 回來的時候 你被處理的話 不排除可能變成一個 你沒有健身教練 是沒有理由的 你這份補飯當然是很貴的 整件事都很貴 你給我做保衛公司老闆 我只會貼錢 叫他跟健身教練 我會請你們 可能有機會 有很多brainstorm的可能性 令到創業的時間裏面 有些創業的意思是 原先的行業 但是創業的方式 沒錯 我可能要和你交換一下 概念 有很多嘉賓上 令教過老振蕩 那些家科 就是在自己的專業範圍裏 可能不知道 某些東西可以這樣夾 所以變成不同行業 不同專業之間 多了溝通機會的話 反而可能令到你的專業 更加發揮得更好 其實可以認識多些 譬如一些健康產品的供應商 其實是用物理治療師或者脂肪 心理醫生也有的 真的 你蘋果為何特別不會有這個動力去做運動 其實有很多時候 不是一個physical reason 可能是心理因素 或者沒有辦法有意志去做某些事情 可能是純心理現象 而且很多人情緒又不太好 等等事情的事情 情緒不好就要吵架 多投訴 營養學也有 根本你都領教過 吃什麼家伙都會研究 人家是飲食潮流的事情 很多人都會有變化 我始終都是新的 譬如有人找潮流 可能找一些達人 或者是一個真正的優點 但那些很不穩陣 如果你找一些數據 或者多一些支援 因為始終你讀的是數據的東西 都是要實質的東西 不能作假的 我經常跟學生講 六九腹肌是要練的 如果你要快力畫 但你做很明顯就不可能 因為你是沒有辦法騙任何的 你那六九腹肌跟你的身體 是一定要練回來的 是不能走路的 這就是在說 你們這一個方種裡面 是這麼實在的話 如果再加上這些這麼實在的數據 等等事情的時間裡面 你可以走得更遠 甚至可能更加理想 因為香港市場 大不大 不大 剛才的風刺已經說了 就是本市公司EB 除了標之外 總要一個健身計 在走近你心想 嘩這件事真好棒 沒錯 其實現在所有的生意 其實都是在說Cross Over 你如果自己 還在走單一條路的話 是很難走的 還有大數據都很快 對 對 所以我想這個 都是一個十分之好的分享 還有打理了一張行業 亦都要做了一些東西 所以每次上來 就是嘉賓 除了講這個之外 你會發現 有時都會講一下講一下 又不知道講了些什麼 就是一些新的ideas 就是無理向我們對 但今次的私費者教育 已經很值錢 對 很重要之餘 而且你會知道 真的要分教練形式 會怎樣處理 所以我希望每位上來嘉賓 可以分享到 自己有些ideas 我們又要學到東西 跟觀眾學到東西 大家都要贏的狀態 是十分之好的 因為其實真的不多 謝謝你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的資訊 謝謝你 謝謝 下次再見 拜拜